奥地利格拉兹国际音乐学院室内乐团带来精湛的演出 为了帮助马街医院筹募集中证大楼 特别与芦苇花开音乐工作室合作进行慈善演出 当中最特别的是音乐学院为台湾子弟 出生于北港的音乐世家 祝奥40多年的陈哲久教授创办 能够被欧盟认可的音乐学校非常不容易 他专长钢琴、大剑琴、管风琴等 因为了解在异国学习的困境 他非常想要帮助前往奥地利学习音乐的同学 我在1969年就到奥地利去 在那边音乐学院读书 然后在那边就留下来 到现在40多年 那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们就奥地利的大学法改变 那么我们就申请有一个音乐学院 然后音乐学校 等于是两个音乐学校的音乐体系 那奥地利它的协制跟我们亚洲不一样 它有正规体系 还有比如说有音乐方面的 或者有舞蹈方面的 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多轨制的 双轨制、三轨制这样 你可以有能力的话你就去读 这个因为我们台湾没有这种制度 然后第二个文品就拿到我们的演作家文品 演作家文品就等于我们台湾的这个授数协位 这个我们是全欧盟都认同的 他更鼓励 无论各个年龄层 只要对音乐有兴趣 有梦想都要勇敢去追求 更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前往奥地利留学 学习丰富的音乐课程 中台讯用部方云林的陈鹏报道